秋风起 蟹脚养 菊花开 闻蟹来 又到了大闸蟹收获的季节 和蟹养殖户们也开始了繁忙的捕捞工作 一大早来自江苏省太兴市的于成波 收获了第一批成熟的大闸蟹 哇 好多呀 对 这一笼我们多的时候要三十几斤能收的 三十直接 对 多的时候有三十四斤 然后一天要收个两次 于成波是这里的河蟹养殖户 它养殖着2800亩 共计130个池塘的大闸蟹 从目前捕捞上来的大闸蟹的情况看 于成波确定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年产量可达200吨 你想这只蟹 这种蟹就是成熟的蟹 它的那个脚上的毛已经长圆了 就是没长圆的呢就是没成熟的 而且它的背你看颜色已经很亮了 很亮 对 我们再看一下母蟹 然后这只母蟹也已经成熟了 很饱满 就母蟹的成熟呢就是它的鳍 它的鳍就圆了 而且它的后盖你看 它的三条边已经开了 就开了三条边以后呢 就是它的黄已经很灰满了 就灰满之后它会把它拱开 对 来说明它就是很成熟 很成熟了 对 这种蟹就可以上升了 自然环境下 每年的九月底 大闸蟹开始躁动不安 为了繁衍后代 它们会爬出河道 爬向自己出生的地方 江河入海口 进行交配繁殖 也因此 这个季节的大闸蟹 是最健壮最肥美的 而如何挑选合格的大闸蟹上市 于成波有着丰富经验 像这只 这只蟹呢 还不太成熟 虽然已经脱科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挺大的了 对 它已经不会再变大 这只蟹四两多 但是它的回满度还不到 从哪里呢 你看它的第一 它的后盖 后盖还没有鼓起来 还没有完全鼓起来 第二 它的颜色 你看它的那个 这个脚的颜色 你看 有点花青 对 有点花青 对 这种花青呢 就是说明它的回度还不够 时间还不到 不老 就是说这种 这里头的肉还不够足 对 不够足 它的腿你看还很软 还很软 对吧 有点软 这就说明它空嘛 这这些呢 就我们现在还不能上市 这个就不行了 对 这个不行了 虞成波从事大闸蟹养殖 已经十多年了 也就在最近几年 它才真正学会了养蟹 掌握了养殖大闸蟹的技巧 如今它已经是 太兴市数一数二的养蟹高手 一边是刚刚鲜活出堂的大闸蟹 一边就已经有时刻迫不及待的 赶来采高 大家都不想错过 第一个尝鲜的机会 来 谢谢 来 拿五血这个 还有个小的 您是当地的吗 我们不是当地的 不是当地的 我们是外地的 外地的 您觉得这旁边怎么样 好吃才过来 您吃过 是吧 这有什么特点吗 这个 谢方多 谢方多 这买了不少呀 送亲戚朋友吃啊 买了多少呀 买了60多 好多人都讲说他们家的好吃 我经常吃买这里的鞋吃的 你经常买这样的鞋 其他的地方的很多螃蟹 就是吃口到嘴里面 稍微带一丝丝的苦味 而我们这个地区的螃蟹 吃到嘴里面绝对是甜的 好吃 好吃一直是鱼成波 养殖大闸蟹既定的目标 短短三年时间 鱼成波养殖的大闸蟹 在当地已经是小有名气 每年的9月到12月 慕名而来的时刻 络绎不绝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蟹的品种 就是江海阿腰 这是第六代 第六代的中华融蟹蟹的 成种的一种算是进化吧 因为它的脚特别长 肉特别厚 这只蟹你看已经 基本上快适量了 别的适量的壳形是6公分 对吧 但我们这里只有5公分 那为什么5公分就有适量 别的6公分适量 就是因为它的厚度你看 它是特别饱满 特别饱满 压分量 是的 是的 压分量 要想养殖出口感纯正的大闸蟹 第一药物就是选择优质的蟹种 鱼成波养殖的江海二腰 是上海海洋大学的科研人员 经过12年的育种 适合长江流域养殖 中华绒蟹蟹 这样的蟹种养殖出的大闸蟹 具有生长速度快 群体产量高 遗传稳定等特点 引起修长的腿部特征 中华绒蟹蟹 被誉为河蟹中的大长腿 你看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一个优质性 看见没有 就像个怪脸 一个怪脸 这个也是中华绒蟹的蟹种 很特别的一个特征 而且它的背 你看壳上面的骨袄 你看很明显 然后一般的蟹都是很平的看上去 要说这江海二腰的新蟹种 不仅给于成波带来了好收成 同时也给整个泰兴市大闸蟹养殖户 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目前泰兴市大闸蟹的总体养殖面积 已达三万四千亩 产值超过两个亿 占据当地农户产品一半以上的收入 已成为泰兴市农业的支柱产业 然而多年前 泰兴市还只是一个 依靠种植花生 草麦 白果等为主要农产品的地区 而像大闸蟹这样的水产行业 在这片土地是完全不具备养殖条件 毫不夸张地说 当年泰兴市是江苏省 唯一养不出大闸蟹的地方 而实际上 泰兴所在的江苏省 一直是我国河蟹的养殖大省 其中阳城湖和洪泽湖产的大闸蟹 知名度最高 全省河蟹养殖面积超过400万亩 年产值超过300亿元 年产量与产值均约占全国的50% 可以说每年全国人民吃的大闸蟹 一半来自江苏 然而作为盛产河蟹的大省 泰兴市却在水产养殖方面一直发展不起来 其根本原因在于当地特有的土质 这花生呢它是属于一种地面开花 地下结果的一种作物 所以说要想获得优质高产呢 对土壤是有一定需求的 我们泰兴的高沙土特别适合种花生 它的透气性 还有它的透水性都是非常好的 有利于果真的顺利入土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花生 它的这个表面啊是比较光洁的 然后它的这个果壳呢也是比较薄的 果仁也是比较饱满的 是我们这边高沙土特有的一种特色 高沙土质地松软 有利于根莖果实类的农作物快速生长 你看这是我们这边高沙土 种出来的红薯 个头非常大 因为今天呢刚刚有点下雨 所以说我们把上来的时候 还有一点土粘在上面 一般晴朗天气的话 我们把这个红薯收获上来之后啊 稍微拍一拍 它这个泥基本上就没有了 哇 哇 看 哇 挖出来 挖出来 这个好大 哇 是这不得了 这么大的一个是红薯 位于江苏省中部沿江地带的太兴市 是由长江江水长期冲刷堆积的泥沙 形成的高沙土土质 这种土质因为含沙量高 土壤粘合力差 非常适合种植花生 红薯等根茎类作物 但由于圣水强的特性 却使得这种土壤不能很好地围堂养殖 因此也一直严重阻碍着 太兴市水产养殖行业的发展 面对如此不适宜养殖螃蟹土壤条件 于成波是如何养出大批高质量的大闸蟹呢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多年前 于成波还只是做物流运输的生意人 当初他承包这片土地时 并不是为了养大闸蟹 这里原来是一片枣林 就是当地的一个农户到山东 遇到一个技术员 说这边他种枣很赚钱 他弄了三年以后呢 大概也亏了几百万 物理支撑就把这块地呢 就丢给政府 这政府也不可能去经营 所以就到处找能人们就来招商 有过多年物流经验的于成波赶到 近些年农业发展前景广阔 潜藏着很多的机遇 于是他便毅然决然地 将这片六百亩的废弃枣林 承包了下来 当时对农业是没感觉的 就感觉呢 反正哎呀这块地还可以 有这么多的枣树 我就把它给拿下来了 当我经营了两年以后呢 最后弄清楚了 就是这边的冬枣根本就不适应 然后不适应以后 我就把枣树给挖了 挖了以后呢 开始养蟹 转型开始养蟹的于成波 一开始并不了解太新的高沙土土质 根本不适合养蟹 然而 无知者无畏 他居然一下子承包了 两千八百亩土地 开始了大闸蟹养殖 结果第一年 就吃尽了苦头 要想养好蟹 应先种好草 水草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大闸蟹的规格和产量 它不仅是大闸蟹重要的营养来源 也是大闸蟹不可缺少的 栖息隐蔽和退壳场所 就在种草的时间呢 又碰到了一些难题 我们第一年三月份种草嘛 种草以后四月五月都很好 就是水草特别的好 当时水味不深 然后再过到六七月份的时候 就是很奇怪 一个礼拜就是 整个的水草就没有了 于成波发现 池塘里的水草总是很快死亡 而六七月份的池塘 已经是投入蟹苗的第五个月 此时正是大闸蟹需要水草 躲避天敌的关键时刻 然而几乎是一夜之间 水草大面积的死亡 蟹很快也成批死掉 这让于成波倍感交集 他四处打听养蟹方法 看到上海海洋大学举行了 和蟹大赛 然后呢就是蟹王是多大 然后蟹后是多大 那我印象是很深刻 于成波打听到 每年十月 和蟹最为肥美的时候 上海海洋大学都会定期 举办一场全国性的和蟹大赛 比赛的目的是通过评选 真正优质的大闸蟹 为蟹农们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 向全国推广最好的 和蟹养殖技术 通过大赛 于成波结识了 上海海洋大学的科研人员 希望他们能帮助找到 池塘水草突然消失的原因 谢谢大家 太平地区的土壤里沙的含量比较高 它的特点就是挖完池塘养蟹 每天渗水 那么它要最少要每天加10厘米 多的时候要20厘米 这样的话要一直就加水 加水草就不容易活 或者活了以后就容易飘起来 飘起来以后我们水草的作用 就减弱了 原来一方面频繁地补充水量 会使池塘中的水草 因缺乏营养而难以长时间存活 另一方面输松的土质 也会使长高的水草不以扎根 腐败而死 由于你这个是水液 土壤里头这个沙的含量比较高 那么这样的话固草能力就相对差一些 如果一旦草高了福利大 这个草就很容易飘起来 水草难以生长 螃蟹栖息困难 专家们能否帮助大闸蟹 重建家园 作为远近闻名的河蟹养殖大省 又迎来了一年的大丰收 一大早 河蟹养殖户们整装戴发 开始了捕捞工作 这些肥美饱满的大闸蟹 将被运往全国各地 成为餐桌上 让人垂涎三尺的美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第一年三月份种草 种草以后四月五月都很好 就是水草特别的好 当时水味不深 然后再过到六七月份的时候 就是很奇怪 一个礼拜就是 整个的水草就没有了 然后水就马上的就变坏 没有了健康的水草 就意味着养不出大闸蟹 几度周折 于成波终于请到了 上海海洋大学副教授 马旭周来帮助 马旭周被大家称为 行走在田间地头的水产专家 在对于成波承包的养殖池塘 进行全面了解后 发现了水草不能长期存活的 真正原因 由于你这个是属于 土壤里头这个沙的还能比较高 那么这样的话 固草这个能力就相对差一些 如果一旦草高了 福利大 这个草就很容易飘起来 位于江苏省中部 沿江地带的太兴市 是由长江江水 长期冲刷堆积的泥沙 形成的高沙土土质 这种土质含沙量高 渗水性强 即已导致水草 或因南扎根而腐败 或因缺乏营养而死亡 这也是于成波一直养不出 大扎蟹的根源 这只蟹你看刚脱壳出来 都是软的 天呐 就是说这个壳 我轻轻地一按 就很软 是的 这样它就是最容易受伤 就铜累了 鸟累了 都会伤害到它 它现在就是一点防御能力都没有 正常脱壳的时候 它都要藏在草的底下 脱完以后 这样的话不被发现 所以我们没有水草的糖 就是蝉蟹比较多 蝉蟹就是因为在它脱壳的时候 就是它的铜累也会攻击 然后鸟累要攻击到的话 它就会造成死亡 比如说要白鹿来了 一下就把它给捉破了 对的对的 它的嘴巴一下就把它的黄 里面的黄就会死亡 我们马上要把它放回去 胸多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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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的这只大闸蟹 正在完成它这一生中 最后一次脱壳 而刚刚脱完壳的它 极度脆弱 河蟹一生中 要经过二十多次的脱壳 才会真正成熟 每一次都是生死考验 它要面对鸟类的空袭 同类的物伤 甚至邻居的反目 实际上 从幼蟹到成蟹 能活下来的 不足千分之二 要想养好蟹 应先种好草 水草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大闸蟹的规格和产量 因此健康优质 以及一定数量的水草 是大闸蟹最理想的庇护场所 水草一死 水一变了 那就河蟹 大量死亡 当时就说 说那怎么保水草 因为水草它生长需要光照 那么就说如果草一旦高了 那么上面给下面遮光 决定叫自阴 自己给自己遮光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看我们水草呢 或者是我们把水草 都是变成矮草 矮草就像我们说 外面草坪一样 可以百分之百 那么要不每堆之间有间隔 那么这样的光照 斜着可以照下来 从上到下 但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说它这个残氧 那么等于说下面的 比我们就下面草坪式的 那么氧气含量要低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都推广了用什么 用矮草 草坪式的 它是我们下层的 在辑斗三层锁 在洛权中 反抗水草里 红写在出品 我下层锁 大厉害 我们下层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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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草的过程中 既要防止水草的连根拔起 又要留下一定的高度 保证大闸蟹健康安全的成长 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 必不可少 这个是一个钢石锯 你看这都有锯尺 那么这个就是用来割水草 那么效果非常好 我们把水草要割断 那么如果两根耗下来 那么这个水草就没根了 它不能生长了 或者是这个水草就有点老了 那么它这个锯的过程中锯不断 有的把连根就拔出来了 那么有的可能就是 无意中带出来一些 那么像我们这个呢 你看这就锯断的 我们要求是这样 把它锯断 然后根还在里头 那么它继续长 所以我们就叫啥 韭菜管理法 韭菜就长到一定高度要割 每年三月下旬开始 随着气温逐渐的升高 这种被称为伊勒嫂的水草 就进入快速生长期 需要每半个月进行一次修剪 而鱼承拨的130个池塘 需要工人们满负荷的运转 才能完成水草的修剪 这根细细的锯条 能否顺利割断水草 并在短短的半个月之内 完成上百个池塘的 水草修剪工作吗 记者准备体验一下 下走还是挺困难 因为被水草都已经熟了 你先别拉 我得慢一点 你不要着急 你不要着急 这底下没有螃蟹 我不会采取它吧 没有没有 你这一整螃蟹都跑了 好 我来试一下啊 我们往哪儿拉 我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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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再往下一点 我还得往下一点 对吧 把这个杆往下一点 你手往上手往上 对啊 明白明白 就是我要割到位 对 对 他一拉一收 一拉一收 但是我感觉不到我割到了吗 割到了 你看割断了 你看这听 这都是我割断 对啊 你看这都你割断 这些和谐要感谢我 给他出到了一个很好的环境 嗯 没有带根 嗯 有个别是有 它因为它有些草老了 可就根就割不下 嗯 这个工具看得很简单 但是非常有效 对 效率非常高 修剪后的水槽 在补充上适当的养分 成活率大大提高 自从采取这种 像割韭菜一样的治理方法后 鱼承波养殖的池塘 再也没有出现 水槽无故消失的现象 如今 生长环境的改善 大闸蟹们各自都有了独立的生活空间 它们个个饭量十足 长势喜人 实际上 水槽在河蟹的整个生命历程中 都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而且不同生长阶段的河蟹 用到的水槽也不相同 成蟹池塘一般种植的水槽叫伊勒藻 而为了提高幼蟹的成活率 马虚洲渐饮于成波 种植一种繁殖力极强的水槽 水花生 水花生有什么神奇之处 真的能提高 有蟹存活率吗 创新建行时 稍后继续 水草不仅是大闸蟹重要的营养来源 也是大闸蟹不可缺少的栖息隐蔽场所 而大闸蟹的不同生长阶段 需要种植不同的水草 来满足它们的生长需求 水产专家马虚洲 建议养殖户在池塘里种水花生 这种看似普通的水草 为什么会对幼蟹生长更有利呢 这就是水花生 那么一般是养扣蟹塘里 放这个草 等于说一个扣蟹 那这块可以一个扣蟹 那么这是三个扣蟹 四个扣蟹 五个扣蟹 六个扣蟹 七个扣蟹 那么如果是平面的话 它这个栖息环境就是不够 就拥挤 很拥挤 那我们就给它水花生 那么这样的话 就相当于给它盖了一个楼 那么立体的 这个栖息环境就是幼蟹 那我们就知道 一斤大概是多少呢 在这个60只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多少呢 就是接近两万只 两万只如果就是没有水花生的话 那么在底下可能摆一层都摆不下 那么有水花生呢 这样它就可以在这 那么在水花生上待着 那么这样的话 就相当于我们平房 假如说我们只能住20个人 那么盖成两层楼 那就住40人 那么我们盖成10层楼 可以住200人 所以说这个呢 其实水花生就起一个 相当于楼房的作用 给它就是说 在空间又给它提供了 栖息的场所 扣蟹是大闸蟹的幼儿时期 此时它们体型较小 数量多 有限的池塘面积 需要提供相应的空间来栖息 而快速生长的水花生 形成的一片片 纵横交错的珠网 正好为它们 打造了立体的栖息场所 眼看定期水槽的修剪 和精心的喂养 大闸蟹一天天的茁壮成长 但还来不及高兴 夏季来临 于承波的池塘 又出现了大问题 马老师你看 这个土你看 寒沙量太大 这我们出现的问题 就是经常埋排水口的时候 就是看不到漏 等人要看到的时候 已经就来不及了 它就哇一下 你看那个绝体 夏季 由于气温的升高 池塘要靠不断补充的浆水 来驱赶炎炎夏日 给大闸蟹带来的不是 然而让于承波没有想到的是 激增的水量 远远超出了堤壩的承载能力 很多池塘 尤其是买有排水口的地方 都出现了溃壩现象 辛辛苦苦养殖的大闸蟹 也趁机逃之夭夭 损失惨重 千里之地毁于已穴 很显然 这又是疏松的高砂土土壤 造成的严重后果 再一次被紧急邀请到现场的 马旭州 在仔细研究了眼前的情况后 给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就是一层土 然后就是浇水 那么等到它就是干了以后 再一层土再往上浇水 把水把它浇透的 每次把水都浇透的 一层一层的 那么一层土 往上跟水浇透的 那么这样的话 它基本上就把一些缝隙 就通过水 把它全都是 给它缝隙都堵住 二十多年来 走遍全国各地 大大小小的水产养殖池塘 马旭州还从未遇到过 这样的溃坝现象 这次马旭州要用 以杀制杀方式 来修补这个损坏的缺口 那边差不多了 这边 两头 你那边高一点 那边高起来一点 两头高一点 对对对 两头高一点 只要两边高 把水都住 对 在掩埋排水管时 先将坝体的两边填膏 形成一个封闭的环境 然后注入浆水 在将水不断地注入时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土壤随着水体的渗入 也在快速地下沉 而此时 排水管道周边的漏水点 也暴露了出来 这是一份耗石 且需要耐心地工作 马旭州把这种方法 称为分层填膏风堵 盖一层土 浇一层水 在等待水位自然下降时 快速找到漏水点 马上用土填堵 用脚踩石 一层又一层 不放过任何一个 针边大的漏洞 对那块 那块再踩一下 马上 经过大半天的功夫 决堤溃坝的池塘 终于成功修复 马旭州的这种筑把方式 彻底解决了高砂土 易渗漏的决堤现象 在太兴 因地制宜的创新养蟹模式 逐渐成熟 这会给当地的水产养殖业 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在螃蟹养殖专家的指导之下 高砂土不再是困扰 大闸蟹养殖的因素 科学养殖 给于成波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产量以25%的速度 快速增长 太兴市 如今凭借着江沙气 走出一条致富路 整个太兴市水产养殖的发展 也迎来了新面貌